开局高能预警 有多个 不是吧 开局一个红眼睛要进我家 那这五个罐子里面 大老花也可以 那现在的话一个会进就行了 给我来个樱桃 哟又是大老花 舒服 再来个那家 还是大老花 那现在来个大喷咕都行 不是吧 全是这玩意儿 小喷咕也可 啊这 那这么小个僵尸进家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家里的蟑螂放个屁都能把它崩死 这不可能啊 我猜这些罐子里面 应该会有一个小喷咕 或者大蒜之类的植物 不是吧 什么都没有 这怎么玩 还好经过我查阅大量古籍发现 无名版的大老花 可以对部分特定僵尸 有额外效果 额外效果 是什么效果 怎么也不写清楚一点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 不过经过我没日没夜的研究 终于是找到了答案 原来这个特殊效果 是可以直接削爆 载具一类的僵尸 刚好这投篮车僵尸 五朵大老花就能爆炸 好 那咱们回到游戏 直接开启透视 把投篮车僵尸 和前面两个巨人也找出来 大老花放的时候 小心点 不能让巨人砸掉 五朵大老花 少一朵都不行 来嘛打篮球的 给我掉个小 诶 第四王也可以 你既然找死 我成全你 哎呦 本来我只要一个小朋友的 既然如此 那就都开了 来 毁灭鼓 咋 诶 兄弟们 看来还有多玩啊 加龙炮来了的话 那局面就在掌握之中 咱们还有一个武王呢 哎呦 还是奖杯武王 这波赚翻的呀 兄弟们 那咱们等一个加龙炮 顺便让武王僵尸 多召唤一点小弟 OK 差不多了 看嘛 小僵尸们 给我掉一群好兄 无所谓 我已经习惯了 来嘛 打篮球的 再给我掉个好职 诶 寒冰鼓也可以 兄弟们 看来小鹏鼓 今天战役很高啊 行 那就给你们一次机会 赶紧掉个好职务 顶一下 不然挡不住这武王僵尸的 魔防者可以 描杀一切 你们就说能不能 哎 猫尾草来的好 那有了猫尾草 也挡不住这武王僵尸啊 完了完了 赶紧掉个好职务 不是吧 开什么玩笑 还在掉小鹏鼓 哎 小鹏鼓把武王僵尸 冻住了 可以 拖一会儿 现在就只能掉个灰烬 才能拯救我们了 哇 这个土豆累来得及时啊 掉了两个三线 可以 哎不是 这两个半斧僵尸 不会留不下他们吧 猫尾草 再来个 哎 真哥来了 那就危险解除 咱们也算有惊无险的开了局 现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刷了呀 这个高坚果直接放一路 让真哥在后面疯狂的输出 又掉了一个磁力孤 这玩意儿是好东西啊 那有高坚果在的话 一路可以放心大胆的杂 哟 又掉了一个高坚果 我喜欢 直接放在二路 哇 这个南瓜壳铁桶是真难打 打半天了都 但是掉了个猫尾草还行 不亏 那现在有两个猫尾草的话 这把赢了 帅的吧 那现在拿到一个山叶草和樱桃 四路就直接开了 对 回来吧你 大爷又掉高坚果 那就让高坚果啃高坚果 看看谁才是高坚果本果 嗯 OK 现在普通僵尸基本上打完了 剩下的都是巨人 一路有窝哥 就先从一路开始打 哇 还是个欧皇窝哥 掉了个冰瓜还可以 五路的巨人最多 就放五路吧 又拿到一个樱桃 那就把一二路的红眼全砸出来 一路有寒冰射手 二路有地磁王 这两个红眼是走不过来的 我去 又是一个樱桃 那就打五路呗 五路有寒冰射手和冰瓜减速 问题不大 虽然冰瓜被吃掉 但是掉了个地磁王也不亏 这个地磁王就放三路吧 三路有三个红眼 而且没有减速之物 还是比较危险的 那现在的话 四五路的巨人都没什么威胁 四路有黄油投手 五路有寒冰射手 肯定是走不过来的 哎呦 最后还来一个辣尖 那我也不磨叽了 直接开 看来三个红眼还是很强的 不过咱们输出刚刚够 那就有精无险 拿下这一关 好的 我是牛牛 喜欢请点个关注 下期见 拜拜 拜拜